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大马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今节亦是我们正向世界时事多合一的时候 节目录制的时间就是2021年9月23号 好了 第一条新闻 就来自 美国的拜登 美国拜登 自知理亏 因为赴了法国佬 其实 正向我们一节就讲 美国的外交基因是谁奠定的 就是《芙兰克兰》 不过那节就很少人听 因为很长 其实真的很认真去做 为什么 美国一定要安抚法国呢 因为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当中 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联邦立国的人 他都好像 遗弃、吊弃或者叫做 有负于他、孤负于他 怎样都好 你喜欢怎样都好 但是 你知道一样东西 做这样的东西 三个字 陈世美 很难看 所以法国就会被安抚 拜登是亲自打电话给马克龙的 当然我们有一节也都讲 我们总理、澳洲总理 Scott Morris 某种也都想打电话给马克龙 马克龙就请他吃法式柠檬 对不起 我不想听到你的声 拜拜 拜拜也没有 是找其他人跟他说的 其实现在拜登 是知道自己理规 他 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在 昨天 跟马克龙通了电话 而且 也承诺了相关的政策 以后有什么 都会 先咨询法国的意见 法国 同意 叫大使重返美国 但是 澳洲就是第二件事 澳洲 法国驻澳洲大使 依然是没有叫他回来 所以就差别对待 白宫也发了声明 两个国家通话 是真的由拜登提出的 两国 也都表示同意在10月 在欧洲见面 讨论怎样改善两个国家之间的 咨询机制 其实 咨询机制是什么 很难吗 你跟法国人说 我要跟 澳洲佬签这个合同 也不要等他最后一个才知道 这个不是咨询机制 你那时候跟他说一声 也不是 询问他的同意 已经决定了 单声给你知道 是的 是的 所以拜登多虚伪 你看到 他们的 美国的声明也说 10月底 在朱尔什峰会 就会在意大利举行 拜登总统 就说美国会加强 帮助 法国 的一些反极端分子活动 不过 在美 美澳之间的潜艇协议 都没有提过这个消息 不敢说 免得说 应该是否说 崩口人 既崩口碗 是的 我们也看到 根据 卫报 一位资深的专栏作家 他专写 外交的 就叫做 Patrick Wintour 他就说 虽然 英美强调没有意图将法国排除在印太安全事务之外 但是AUKUS 澳英美同盟 主要的言外之意 就是 这三个国家依然是核心中的核心 而且这三个国家 就是对付中国的核心国家 而法国 这个是他觉得 但是我也觉得挺有道理 而法国 因为跟中国关系 不是太差 所以在中国事务上受到约束 所以英语世界这三个国家 就觉得法国不够可靠 他说的基本上是现实 今次的声明 就是为了消除 这个想法 你发布声明就可以消除想法吗 我就不觉得 只不过是想缓和 那么紧张的气氛 另外这位 外交专栏作家也说 虽然 美国 未有 道歉或者提出具体措施 但是 美法的声明也承认 以后美国做事 是会 更加 接受法国的意见 起码先会咨询他的意见 先咨询就不代表什么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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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就算你不咨询也照他 是呀 是呀 他正说相关政策今后会咨询法国 相关政策 是什么政策 即是外交 军事那些 但是 问而已 咨询而已 不代表我要听你说的 另外一方面 约翰逊 亦都是说 之前我们有习节目讲过 公开 指责法国 哎 冷静点 不要烦我们 真是 过人 约翰逊亦都说 AUKUS这个同盟 根本 就是 环球 保安的重要一环 即是他就说 全世界都靠我们 这份同盟的协议 这个很搞笑 他说 这份同盟的协议 是没有排他性的 只有三个国家签 还说没有排他性 你真是好惹 而且他也说 我们对中国没有敌意 但是迁法这样的东西 哇 假的 好惹好惹好惹 果然是可以 成大器的人 难怪我们做不到 政治人物 大马上是这样的东西 怎么说得出口 明明 自己做的事和他说的完全是反话 他也这样说得出口 他也说 这份协议 我跟你说 是很完美的 你们基本上很难在 鸡蛋里挑到骨头 即是 人无耻就变无敌 即是把这些 全部 相反地说完 就可以了 是不是真的有人相信呢 我觉得也有些傻佬信 香港的网友就相信 另外 原来 这是根据卫博说的 澳英美同盟 已经谈了最少 6个月 但是法国的媒体说18个月 这个不要紧 反正最后才通知法国就是 是吗 其他 都是 都是 反正就是不尊重 就是这么简单 的确现在法国 对澳洲和英国是有区别的对待的 这个 谁带上正确的 我又不觉得法国是 会 真真正正的 识路 当然不会 但是可能就是 哎 见你美国 好像挺有诚意的 息事令人少少 但是将来 他可以 不 硬美国 即不跟他硬到行 但是 英国和澳洲 他有办法 弄到他这两个国家 为了安抚欧洲 其实拜登也是做了一些事 现在 拜登 就是 又发了声明 叫他们的 能源部长 格兰福布 就说 我们 会支持 欧洲的能源政策 亦都表示 美国和 欧洲的伙伴 不用担心 有我们美国 我们 必要时 记住 必要时会继续挺身而出 这样 就是向 一些供天然气的商人施压 美国的能源部长就说 我们支持 受到能源供应紧张 打击的欧洲国家 而且 我们必要时会挺身而出 对抗 操纵价格的供应商 这样说 但是 必要时 必到多要呢 是吧 真是不知道 还有他们就说 这次能源紧张 全部都是俄罗斯的错 但是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我有集结说过 其实其他西媒就觉得 包括我自己也觉得 除了 俄罗斯是真的有点小动作 不过 因为 现在 整个欧洲 整个疫情 是放宽了限制 大家的交流 和商业活动 是多了 所以用多了能源 是很正常的 还有有件事你很坏的 储备量不足 由于供应紧张 和储备量不足 天然气成本是飙升 就令到欧洲各个国家 政府制定为家庭和公用事业提供 紧急援助计划 官员和交易员 也都警告 克里姆林峰是有机会控制能源的 所以 今过冬天 可能就要捱冬 哎呀 糟糕了 BNO9很害怕冬的 是吧 香港冬的日子很少 敢不怕 他们说 有雪看 很开心 但是 看完之后 你就冷到 缩了 是吧 我最记得家属人说 惨雪多辛苦 开心 看一两次就行 另外 拜登还叫他们的能源部长 保证一样东西 就是 会帮忙 去和俄罗斯 叫做滑船 或者叫周船 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方 其实占欧洲天然气进口量的40% 所以 现在 美国就说 我帮你 我帮你 不过 你们要团结一致 这样才行 等于没有说过 究竟你怎么帮 是不是你 你送一些天然气过去 很简单 是吧 我不信 我当然不信 他只是说 不信 是呀 会不会送 当然不会 他只是 不信 没可能 我不信 他只是说 支持受天然气供应 紧张打击的国家 只是支持 你怎么支持 又是口头支持 用把口支持 是的 是的 他们说 我们会挺身而出向俄罗斯施压 你施到多少 俄罗斯听你支笛吗 如果听你支笛就 克里米亚就不用搞成这样 是吧 我就很简单 看现实 所以 其实西媒都觉得 你就是为了安撫法国佬和整个欧盟 才说什么废话 所以 是 拭目以待 我都挺担心BNO 因为香港没那么 决定 哈哈哈 第1个新闻 第2个新闻 就是欧洲国家的 就是丹麦 丹麦 被学者痛批他们 不道德 什么事不道德 就是 疫苗 放在这里 生了尘 差不多过期 都不送给人 老实说 他是有权 不赠送的 这个是他的选择 但是 喂 西方普世价值 不是 要高举这个道德高地的吗 人家没有 不是应该送一些吗 是没有这回事呀 今次丹麦 根据 媒体就报道 丹麦 竟然 他们国内是放着超过66万劑 Johnson & Johnson 强生的疫苗 16万那里可以救到多少人命呀 66 66 是的 66 宁愿 等他过期 都不送给人 说不说得过去呀 是的 所以丹麦 的学者 自己都很生气 他说 66万劑 Johnson & Johnson 强生疫苗 放在这里不打 好像不是很道德 其实丹麦 亦都说 我们打算做 第三剂 作为这个第三剂的后备 补充 这是库存 不过在全球疫情 这么严峻之下 尤其是非洲国家 接种率是十分低的 是吗 现在放在这里等它封诊 好像不对 我们看到 斯堪地 纳维亚国家 即是这些 北欧地方 其实他们 包含丹麦 还有瑞典 还有挪威 还有冰岛 还有 法罗群岛 其实法罗群岛就是属于 丹麦的没有记错 他们就说 现在丹麦 对 这个指责 无动于衷 专家就呼吁 他们国内的专家都呼吁 要积极 对这批疫苗采取行动 最好就捐了他 丹麦 曾经发起全国 疫苗接种计划 尤其是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他们本来都 要接种的 但是 后来国内就出现了一些血栓现象 我再说 多一次 血栓现象是未有任何证据 只是 跟这个接种之后有 因果关系 所以 一定要 又就打 另外5月份他们也发现强生疫苗 有类似的儿女 所以目前为止 丹麦只有4.6万人 通过自愿接种方案接种了强生疫苗 而且这个方案是结束了 之后丹麦 没有再为这个方案 说强生疫苗怎样用 因为现在丹麦官方 是 没有为强生疫苗 再 提供给丹麦的公民去接种 我们看到 丹麦是全球第一个全面解除 新冠相关措施的国家 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的 统计丹麦 全国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士 卫生肯定是 也挺高的 74.5% 挺厉害的 所以 接种疫苗的人口很高 证明了一件事 他们对于新冠疫苗的 需求 已经没有之前那么高 因为太多人接种了 那为何不捐出去呢 对吗 对 这是第二则新闻 第三则新闻 就来自 经合组织的 经合组织 就 发布了一份 经济展望报告 澳洲的 经济展望 增长率 亦都是由5% 调到4% 在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当中 对这个期望值 调得 最 大的 国家 当然是向下调得最大的国家 真是麻烦 这个报告 就是 经合组织 OECD 在 他的 中期经济展望报告当中 发表的 下调国家经济预测 其实澳洲就是 这个下调幅度最大的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 疫情 导致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 还有首都领地 封城状态中 到今时今日也是 是的 亦都是 在这种状态之下 经济活动大幅减少 所以 大家都是担心澳洲的经济 包括我们国内也是 好 这是第三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就来自澳 澳门 不是澳洲 澳门的 博彩业其实很担心一件事 就是新的 博彩业相关法律 究竟会怎样呢 现在 澳门的博彩业 就很担心 外国 股东手中的 一些丰厚的利润 就会越来越少 而且 控制权 对于他们公司的控制权就越来越少 伦敦金融时报 就访问了一些 外资的 博彩业 从事的 企业 就好像 NGM 美高梅 美高梅 的CEO Bill 他上个星期就说 很有信心 认为中国对科技 教育和网络游戏的监管打击 不会蔓延到澳门 因为澳门是全球最大的博彩中心 其实他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次投资者活动上就说 我们 没有得到任何讯息说 中国大陆有意 打压澳门的博彩业 虽然 20年有效期的 这个 赌场牌照就在明年到期 但是 Bill他依然很有信心 亦都预计 美高梅的 牌照会得到逐牌 他亦都相信 逐牌的时候 就会有答案揭晓 时间会证明一切 但是 在一日之后 澳门当局就公布了 一个消息就是 要加强监管博彩业 而且全面加强 这班 西人的股东就担心 可能从外国股东手中 会拿走利润丰厚行业的控制权 这个消息亦都令到当日 这些博彩业的 企业的 市值是蒸发了200亿美金 厉害 其中就包括 Sense China 就是金沙中国 美高梅中国 还有 永利澳门 当日其实 这些 全部加上博彩业的企业 加上的股票表现 是历史上最差的单日表现 其实 西媒亦都很担心 因为他们在澳门的博彩业 即是 外国企业 在 澳门的博彩业都是赚 很多钱的 你知道 开这些地方怎会不赚钱 行业的 高管和分析师 都觉得 今次的 限制措施 好像很紧 这些限制 可能 迫使 高管对于 业务进行深入改革 包括 就要 有更加高的监督 监督 也是正常的 因为 你知道博彩业都是一个 花钱的 地方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 戴霸sir有没有去过云顶玩两手 已经一年多没有去过 旺年是 新年期间都想上下去吹下风 望上想发跌 小小新年才 我觉得都是由于疫情 所以已经很久没去 真是没办法 疫情之下 大家都感染不上下 伦敦金融时报就很担心 他就说几个月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发起了一场 广泛的运动 就是为了重新塑造经济 强调共同富裕 包括财富再分配 打击有害行为 以及改善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权利 其实我觉得这些没什么问题 他就说 澳门新的博彩业法律 可能 是打击博彩活动的 国家政策一部份 而澳门是 中国的一部份 所以 就很担心 会不会 搞到澳门 我就不知道 不过 事实上 如果 一个行业有很多 人做些不法行为 当然我不是说 博彩业有很多人做这件事 但是如果是有这样的 势头的话 那也是需要规管的 我觉得就是 是吧 好 今集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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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